在旅游泡泡计划打头阵的击打佛洛交仪 垃圾问题引起关注 一名网民在网上发布当地海域布满垃圾的视频 引起佛洛交仪国会议员敦马哈迪亲自转发 表明是议会将连同非政府组织清理海上的垃圾 敦马也希望所有的人提高公民意识 别乱丢垃圾 佛洛交仪热闹起来 环境问题也尾随而来 一名网民在推特上在9月17号所拍摄的视频 声称是在佛洛交仪海域拍摄到的震惊场景 蔚蓝大海看到的不是珊瑚小丑鱼 而是垃圾 塑料 树枝 枯叶 附近海岸除了有甘榜木屋区 还有码头以及大名鼎鼎的国际连锁酒店 上传者写道 这一幕让他非常难过 希望政治人物重视问题 由于正值佛洛交仪大开放的时间点 因此网民舆论普遍联想到说是游客造成的 但有网民就表示 这些垃圾实际上并非游客造成 而是木屋区的居民乱丢垃圾所导致 随着季后风和海水流动方向 恰好在这个时间点全数漂浮在海面 但先不论责任落在哪一方 当务之急是想方设法解救大海 影片获得大量转发还引起前首相 同时也是弗洛交仪国会议员的敦马哈迪 亲自转贴回复 敦马表示 他已经联系市议会解决问题 同时呼吁大家不要乱丢垃圾 共同爱护这座岛屿 敦马的秘书玛丽里端随后也在推特表示 市议会连同敦马办公室与非政府组织等等 将在最迟星期二启动大扫除 目前正在安排船只寻找志工 而敦马的办公室将会出动两艘船 负责出海捡垃圾 另一方面 敦马稍早前出席佛罗交易发展局 一场简报会时就表示 由于担心Delta变利病毒扩散 他建议岛上所有人保持两米肢体距离